在亚洲市场里作为一个教育的平台 让大家不会Web Free的用户 也可以转化成一个Web Free的用户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用区块链的知识 去改变他们对投资的概念 还有让他们可以参与在前期投资的一些平台的 idea 就是想做一个IDO的平台 让那些币圈的小白可以参与在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的一些学籍或者是投资 然后现在那个市场 简单来说就是学识Web Free的市场 已经越来越大了 然后42%的大学在美国 都已经开始有Web Free的课程 还有就是大概25%的学生开始选择Web Free 作为他们的学习方向 那现在我们主要是主打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Blockhouse Academy 它是一个教育的平台 它让那些出来不会用Web Free的人 人可以简单的根据那个流情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一些主题 然后Community Index就是聚合很多社群的一些链接 在我们那个平台里可以让他们自己去Explore 自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群体 还有可以互相的追踪 然后Long Space就是IDO的平台 它让他们可以 它让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参与在一级市场 或是Economy 大概的UI就是这样 就有一些流程可以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 选择自己想学到的那些题目 或者是领域 然后Community Index就是聚合了很多项目方 或者是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因为现在比较散的就是有一些项目在Twitter 有一些在Discord 也有一些在其他的平台Telegram 我们就是想将这些项目把它List在一个地方 让他们自己可以Explore 下一步就是说IDO的功能 我们打算就是让一些项目 可以在我们的IDO平台公开发售给一些散户 或者是学习再学习加密货币的web tool的用户 下一步 那主要我们有一个DID的功能 它有点像Steam一样 就是它会让用户跟用户之间 他们是可以分享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参与了什么社群 还有我们就是有一些奖励的系统 就是根据你跟那些项目 我们合作的项目的那些数据 就可以拿到一些奖励的NFT 分章 那现在我们是有聚合了好几家新闻的频道 在我们的快讯里 作为一个新闻媒体的一个功能 下一页 那我们平台主要就是之前 是做一些一级市场的投资 还有项目的研究 就是团队背景就是比较web free digit那种的团队 下一页 然后我们跟其他平台或者是媒体 有一些不同的分别 就是我们主要想推那些learn to earn那个机制 就是让他们可以学习那些项目的同时 社群也可以拿到一些空头 那我们的business model现在就是帮一些社群 或者是帮一些项目做一些介绍 然后有一些项目找我们就是promotion 我们就是拿它一些education去派给一些community 还有会分成他们的一些venture的利润 现在我们就PC1就用了200k美金了 现在想大概融资10%的股份 然后token也是以这个形式去融这一轮 大概就是这么多 团队成员我们遍布全球了 有一些是在日本 还有有一些印度的开发者 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些成员 那我们现在合作的一些VC 还有一些新闻的渠道 还有一些DAO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venture的一些portfolio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road map 现在我们已经上线了DID的基础的demo 打算现在融资去做手机的app的版本 还有就是上线那个IDO的平台 我现在介绍大概这么多 有没有问题 我先来一边 嗯 别人 我先来一边 这边 不需要 哪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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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